俄乌开战第14天 拜登的最大杀招出手了 美国宣布禁止进口俄罗斯的原油跟天然气 英国跟欧盟也相继封杀 瞄准了俄罗斯的阿基里斯舰 要让普丁不知倒地 同时不止官方出手 民间的龙头也同步展开制裁 麦当劳 星巴克 可口可乐 宣布全面撤出俄罗斯 官方名气双重拳普丁的情况之下 我们要告诉大家 这场经济制裁 你跟我已经没办法脱身了 从消失的船员 不见得归于一道狂掌两层的可乐 一场通膨的超完美风暴 已经全境覆盖了 俄乌克 现在美国跟俄罗斯火车对撞 说实在我站在台湾看 我看了会怕 因为太狠了 现在拜登他寄出的是什么东西 观众朋友 我跟大家讲 他制裁一个接一个金融制裁 SWIFT到现在 他说我要禁运俄罗斯的原油 禁运原油这个选项 核无等级一般的 14天而已 就说哈了这个选项 我们突然讲这个话题 那么在台湾的观众朋友讲说 我说这哪有什么好惊 火车对象 我告诉你非常严重 为什么 不买没问题 不买以后缺的油 跟谁买 这会是很大的问题 英国跟美国 它是所谓的同盟关系 英国就说没有问题 我现在开始就减少对 俄罗斯的油的需求 我以后不跟他买了 可是因为我不跟他买 我刚才跟大家讲 俄罗斯是全世界第二大的出口国 市场上面的油不够的时候 它一定会飙涨 这就知道为什么 昨天跟大家讲 这个北海波润园原油 它的价格已经涨到一桶 159块美金 还有可能到200 还有可能到300 就是这个原因 大家一定很好奇 美国市场占俄罗斯 原油出口5% 5%而已 俄罗斯会痛吗 第二个补上来的是英国 英国加入制裁 第三个补上来的是 我们没写欧盟 欧盟这些主要国家 多么仰赖俄罗斯的天然气 他们已经说了 从现在三月一直到年底 要逐步降低对它的依赖 接连S快空 怎么会没有打到痛点 油的制裁到这个地方 官方出手了 民间居然也跟着联手 A是快工 我先跟大家讲 刚刚讲的是没有油以后 俄罗斯本身 它在国外的这些需求国会很痛 但是俄罗斯真的也会痛 为什么 拜登这么做不是没有理由的 因为拜登这么做会让原本俄罗斯 它的税收来源 它出口 百分之十七都是靠卖油赚来的 将近两成 我现在不买了 我会有五分之一的收入 根本就不见了 那我怎么买船间泡利呢 对 所以这个对俄罗斯来讲 也会是非常严峻的痛 那你就看俄罗斯的民众 要不要支持普丁了 这第一个 那民众其实对国际大使 可能不太了解 可是俄罗斯的民众 要不要喝可乐 要喝 要不要上麦当劳 要喝 要不要上社群网站 要 俊阳哥最近都没有了 不让你喝可乐 不让你吃薯条 不让你上社群网站去 通通封锁 要让你的民众感觉到苦 星巴克麦当劳 百事可乐 可口可乐 通通配合拜登总统的策略 我们退出俄罗斯 所有在俄罗斯的这些卖当劳店 都关门 我们不卖了 所以民众对俄罗斯来讲的话 第一个 因为我没有办法卖油 我接下来可能会越来越穷 因为我不能够喝到这些东西 跟西方世界接轨 我的生活变得贫乏 我会越来越苦 又穷又苦 就是俄罗斯在这一次 跟美国火车对撞 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我实在不愿意这么形容 但是媒体居然说 再这样下去的话 俄罗斯曾经这样的一个大国家 他会变成地表的孤君 他会变成地表的孤儿 他会变成金融的贱民 如果到了那一天的话 不用等到那一天 普丁孰可忍 孰不可忍 他居然已经告诉大家 等着看 48小时之后 他的报复措施 就要让全世界看到 我举一个 大家一定听得懂 但是不是太恰当的例子 就是两个人在吵架 结果骂了半天以后 我突然拿出一把刀以后 插自己的大腿给你看 你怕了没有 现在俄罗斯也是一样的状况 你今天不买我的石油 没关系 我不但不怕你不买我的石油 我甚至把你需要的石油是能源 粮食需要肥料 俄罗斯出产肥料 包含了尿素跟这个假肥 就是全世界各国 也特别是欧洲都需要的 你需要才能够有种稻米 还有种这些卖 我不卖你了 我直接把我的这些肥料 也统统禁止出口 你不要买我的油 我也不卖我的肥料给你 到时候看谁先倒下 直接引爆的会是什么 可以想见的 舌尖上的通膨风暴 其实不止如此 接下来的节目 我们要请韦翰好好跟我们讲一下 一场超完美的风暴 这个缺 那个涨 这个缺 那个涨 已经形塑成 未来接下来 带好钢盔 向前冲了 我先跟大家讲一个状况 因为现在乌俄在打仗 对不对 居然跟他在乌克兰 跟俄罗斯的那一些农民 现在就不能跟着了 对不对 那些工厂 向他关起来 对 那一些船员 他们现在目前根本没有办法动 俄罗斯的船员 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 透过SWIFT系统 我拿不到国外的这些货的钱了 我还跑什么东西 我信用卡 连刷都甚至不能刷 没有办法 很多SWIFT寄出之后 它的影响是很直接的 俄罗斯的影响 不被世界各国者承认 我无法拿到钱 另外乌克兰 通通回国去打仗 乌克兰的船员讲说 我们要回去帮我们的国家打仗 所以造成了6万的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水手困在海上 而且离开了那个船运 所以现在目前各国的货运 装载的这个货运指数 上涨50% 所以货运的成本也变贵了 你想象 那个运输船的货柜 已经一贵难求 现在变成有贵有船 没船员 真是雪上加霜 对 所以这个事情 会造成全世界的问题 然后美国的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 我们从去年讲到现在 它一直往上冲 我们台湾2点多 都已经压根系 美国早就已经6了 而且不止6 观众朋友 现在看起来 预估美国的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 有可能到3月 这个月的月底 攀升到8.3 这个通膨会是 1978年来最猛烈的局势 所以不止刚刚我讲的 美国希望俄罗斯的民众苦 买不到可乐 吃不到薯条 美国的民众 也会因为通膨的关系 通通东西都变贵 生活也会跟着变苦 包含的加油 你看到美国 我刚刚讲 美国虽然自己有产油 可是骏翔哥 这几年美国的执任总统 包含川普跟拜登 都说要发展绿能 所以他们美国虽然产油 可是那个产油的动能 已经降低 这两年COVID-19 工人也变少 所以美国也没有办法去补 我刚刚讲俄罗斯的缺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 美国的油价也一直涨 现在美加仑已经涨到4美元 是过去14年以来 最高的油价 所以我们看到了 这个所谓的超完美风暴 它就融合了通膨的 粮食的能源的长期动荡 今天我们看到了 如果你要开启 油的能源的战争 高油价时代你我都躲不过 这是第一个风暴 第二个风暴 我们看到了海运锻炼的危机 有船有贵却没船源 你说海运我绕不过 我走空运总可以吧 空运就是这个问题的 因为现在乌克兰跟俄罗斯 打起来以后 欧盟的各国也都对俄罗斯 祭出制裁 刚刚我们讲的 你不买俄罗斯的油 俄罗斯讲说我还不卖你肥料 粮食也没了 接下来 你知道多少 在这个亚洲地区的飞机 飞去欧洲 必须跨过俄罗斯的领空吗 如果他不让你飞了以后 或者是他没有不让你飞 可是你怕飞进去以后 可能被击落 通通绕道而行的话 增加的航运成本 多了30%到50 我再推升了成本 再推升了物价了 时间也会增加 而且运输的成本的单价 也会增加 这是全世界各国 都要一起承担的成本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 整个所谓的超完美风暴的 通膨全境蔓延 台湾躲得过吗 台湾在这个地方 我们虽然大家还在这里安居热言 我们天天关注战场 没有想到一步一步 央行已经先打预防针了 我们根本躲不过 我先跟大家讲 我很在乎 因为刚刚讲美国到6 那是美国吗 台湾是多少 观众朋友 台湾其实从去年4月以后 一直往上涨 到了今年的2月 就是我们上个月的时候 终于降下一点到2.36的 消费者物价指数 这是好事 2以上危险 3就算通膨 可是俊强哥 这是2月 打上去2月2的哨才开始了 今天已经3月9号了 等到了3月4月以后 会不会往上涨 会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没有办法 这是势必会造成的 我刚刚讲了粮食 金融 航运 海运 还有包含了 这个相关的能源 油 天然气 它都涨得壮 怎么可能不涨呢 别的不要讲 还不用等下个月 看这个月的物价指数 我们现在刚刚讲可乐 台湾的 你跑到便利商店 很多人喜欢喝这个 一瓶600mall的是29块 29块 现在要涨 涨到35块 直接涨20% 没有办法 罐小小一罐涨6块钱 这是台湾的 而且这两天你去看到 有那个连锁的寿司店 它里面 小朋友很喜欢吃的 这个鲑鱼寿司 暂时不提供 为什么也没有鲑鱼寿司了 因为台湾现在 因为空运航运的问题 短缺鲑鱼 所以没有这个鲑鱼寿司 暂时不卖给你的 直接台湾也受到冲击 这个风暴台湾真躲不过 最后我们就给大家看到 央行担心油价飙涨 结果重点在这个地方 对 通膨要增加0.7个百分点 如果再加上去的话 不就破3了吗 对 居然跟你讲这重点 所以我们的鸭行也很清楚 我刚刚讲了 好不容易回到2.36了 你加个0.7就是破3 破3根据我们台湾的 相关的经济指数来讲的话 就是CPI物价指数 超过3就是通膨 所以下个月我们要特别注意 回过头来看 而且还有接下来 如果战争没有结束 可能状况还会更严重 一个更关键的原因 今天的这个超完美的通膨风暴 推升它还有一股力量 太重要了 这个是大宗商品 涨 涨 涨到疯狂的地步 刚刚讲粮食 讲能源 讲油 讲天然气 讲肥料 我跟大家讲 还有这些金属 因为乌克兰跟俄罗斯 很重要的都是钢铁出口的地方 现在打起来 你就没有了嘛 对不对 然后特别跟大家讲的 镊的部分 因为观众朋友 镊很重要 你做车用电池 钢铁的工业维生素就是镊 还有半导体的关键材料都是镊 而俄罗斯 对不起 我刚刚讲石油 都是俄罗斯出来的 镊也是 全球的产量7%都在俄罗斯 现在俄罗斯已经打起来了 它也不给你镊了 镊的价格直接飙涨250% 直接往上冲了 所以每公盾 已经到了10万美元的情况之下 这个东西你又必须要用 你说半导体 你说这些相关东西 钢铁你不需要镊吗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镊的价格涨 而且又控在俄罗斯手上 这个东西就会是 全球短缺的一个警讯 说到钢铁 我们看到了俄罗斯跟乌克兰 也是钢铁的出口大国 居然现在打到14天 后面打多久我们都不知道 钢铁居然已经应声飙涨了 将近25% 所以这都是整个战争 所引起的状况 刚刚讲那个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水手 这个是一样的状况 因为现在乌克兰打起来 对不对 所以在乌洞的地方都是钢铁大厂 那我都已经打仗了 你还出口钢铁没有了嘛 所以就短缺 但是另外因为制裁俄罗斯 俄罗斯的钢铁工厂 它可能没有停产 但是我虽然没有停产 我也不卖你了 俄罗斯的这个钢铁大亨金属大王 他也说既然你们制裁我俄罗斯 我也对你欧洲停止销售 就像我刚刚讲的 火车对撞chicken game 我往前冲 你也往前冲 大家谁都不要怕 直接撞下去 看谁先倒下 邀请您一起加入 57报新闻会员 跟俊相一起 花冰枪 花冰枪